两岸第一家的合资受险公司 大陆国泰人寿两大股东 国泰人寿和大陆东方航空 在合作八年之后决定要分道扬镳 东方航空在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公告 将出售50%的大陆国泰人寿股权 大约是42.5亿台币 如果能够顺利完成转让 东航将完全退出大陆上海国泰人寿 而据传呢 接手的新买家 是上海市政府旗下的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发公司 不过台湾方面暂时不回应任何的消息